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石头村 这里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味道 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一下 你们这房子是啥时候建的 我忘了走 二三百年了 就一直都都没有重修 就这么软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 走在这个石头村的里面的一个小街道 小巷道 可以看到下面铺的路都是石头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旁边这些墙呀 所有的东西都是石头做的 我们想着这个石头都很大 应该不稳吧 但是他们在这些小的缝隙中间都夹了小石头 所以其实一整面看起来特别平 然后应该是特别稳的 而且我发现这里面就是 老人比例会偏多一些 可能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 所以老人都留在家里这边 我们是陕西的 门头都是石头修的 这个村子 我看您家墙这个墙 那像村里大概有多少户人 前面有三个老师 年轻人都去城里了 这一座石头房是大概什么时候建的 就是六几年的 六几年七几年这座房 那就是您您您父亲改的 我父亲改 我出国 国家都会了 他了国家会修修 就上面已经他过了 然后国家给把这个整修了一遍 这个是免费的吗还是 然后隔几年 那是保持这个院子 保持这个石头层的压 那其实特别好 对 好 您别送了 您别送了 我们走了 大概聊了一会儿 觉得挺有感触的 这边村子现在就是说 年轻人基本上已经 出去打工或者工作了 老人大概有二三十位留在村里吧 旅游的话 现在也不是很能发展起来 因为用水的问题比较困难 再加上这个山路确实比较陡 很多车上不来 所以其实还是保持着一个 比较原始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走的这一会儿 完全没有看到游客 这些房子呢 都是清朝 民国 包括建国之后 都是建造的 现在每年国家还会给 一些资金去维修 以保持这个村庄的原貌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 保护这种古老村 其实是一个保护传统文化的 一个过程吧 在这种村庄的村庄的地困难 是他们也不可能 所以说明媒有些地方